郑桑宝终于大胆承认自己不是金居猫 这十多年来,他不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郑桑宝生活在偏远的渔村 他们负责为生宗提供最好的海鲜 这十几年,附近海域的鱼越来越少 他们的日子越来越贫困 可传闻,生宗中共的金居猫们却过得越来越幸福 于是,三宝也很想成为金居猫 长辈说他们都是打败魔物的英雄 劝他还是安心打鱼吧 郑三宝偶然捡到一本书,就照着苦练了十年 不过,他花了九年时间做计划 直到有一天,他出海遇到了一条怪鱼 凭借降传的天府,他和怪鱼周旋 最终获得胜利,但也因此胜负中山 长辈惊恐地说,这是魔物 大家都认为三宝终于成为金居猫了 从此,三宝获得了优待,再也不用出海打鱼了 为了让全孙都过上好日子 他带领年轻猫一起出海 要是大家都打败魔物成为金居猫 那全孙的父老乡亲都能去深宗享父老 郑三宝作为船长,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花好长时间做计划 暴风雨来袭,新罗班误打误转降落到船上 他却躲在船舱里做计划 水手们以为新罗班是魔物 但一个个都不敢上前攻击 三宝终于出来,他亮出运文 想让魔物知难而退 白糖看见他那画上去的运文,简直哭笑不得 他亮出真正的运文,揭穿三宝的谎言 水手们开始各种落井下石 还说受尽了他的虐待 推举大雅为新船长 让三宝甘粗活累活 三宝依然不承认自己欺骗了大家 他说那几只小猫是低级进驱猫 当然没见过他这种高级进驱猫 而且被混沌机时变成魔物 三宝想制定作战计划 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进驱猫 可下一秒差点被吓晕 新罗班为了成全他当进驱猫的美梦 躲在他身后制造了他打败魔物的家乡 水手们再一次相信他 可郑三宝却认清了现实 他落寞的回到船舱 半夜白蛋发现他乘小船离开 并游泳过去拦住他 一番劝挡过后 三宝终于答应跟他回去 魔化的深宗海域守护者 差点先放了他们的船只 三宝吓得躲在船舱里 终于他出来斩夺了 水手们根据他的指令操作将船稳住 可一个大漩涡就要把他们吸进去了 三宝终于想明白 每只猫都有自己的价值 今天 他们绝不会让金举猫被大喊淹没 因为 他们是猫头最好的水手 在他的指挥下 船只没有被吞噬 新罗班也能专心地驱散 守护着身上的混沌 他们顺利到达深宗 后来经过小青的美言 魔狼宗主奋振三宝为深宗船运总管 自动设计判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